看到了吗他们不会在抓兔子吧 好多人 有可能要狩猎几开始 对一般就秋天 以前秋天进阿登 他们那些猎人就进了个山 打野猪 我还买过这边 超市里卖的那个野猪肉和那个鹿肉 做的那种 做的那种 那玩意什么 那边叫什么 骨腿肉 就什么大眼 就肥肠出来 我根本就吃不出来 野猪肉 我根本就看不出来野猪肉和假猪肉 野猪的肉和家猪肉应该我觉得口感上应该会有挺大的差异的 你像他们生活的环境那个吃的东西的完全不一样 家族成天就在那吃康盐菜的就在那个吃了些那个那个炸食在家里面也都在山里面吃山绝水吃野果子 然后每天要走好多路为了是生财了个这的肉没有什么肥的没有什么肥的 我没有印象吃了个 反正我买过那个野猪肉和那个什么你说你买过我没有印象那个野猪肉 就在栗子里面买 去年 前年 就买了一回 他也不会 跟那个 那个产量那么低 人家吃的就涂个新鲜 应该价格不会太便宜 比那个普通家族肉 就那么一百克还是一百五十克就那个肉片 你说我能尝出啥 他都是那种熏过的 那种烟熏过的 你爸都是那种熏的那种肉给它蒸空包弄出来 散去 要么腌起来 你说我能 我能尝出啊 这个是鹿鹿 我又不知道鹿肉是到底是什么 鹿肉我更没印象 他妈一般的说吃鹿肉肯定就属于火系大是吧 上火 就类似于吃狗肉一样 反正我们也不吃这些肉 你看 你看丢点了 这天明显 没有刚才那么晴了这边 中国人一天壮扬 然后就昏了 一些什么不顺的 就昏了 前面那个超市是火了以后 黑不溜秋的现在看不出来了 但是也没有看重新干 这地方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地方 可流量太低了 也就这个村子里面周边 可能会来 好看看不出了 看不出来这种状态了 现在 也是刚刚烧过的状态 反正所谓的现在的你看他就没有重建吗 一直就这样的 辣美大咱 这个出租了 这个出租是指这个超市吗 前面的公交车从里面看出来 公交车是蓝色的 网络不都是黄色的吗 那个他们一个币是放了一个火车站开的 都放了新路纹开的 周边有火车站 然后回到长不露了 一地方 这么70吗 每次都在给我50报 按50来报 70然后摄像头在这 前面加币的肯定是把火车站开的呀 蓝色的涂装 为什么是蓝色涂装 不是那个那个泰克的公司的 河雨区公交是白色的 这个奔驰 哎呀 跳到了个站台了是不是 还只是刹车 还真是公交站台 嘿嘿 没停 站了还几个人 写着一个BUS的HON PLUS吗 这是那种专门做救援的 临时地带的用的 还专门写着一个距离自行车 至少1.5米 我们没有在这里面 这个走卧 大教堂 临时替代车 所以 他也不停了是不是 有了个正常的车运行 在泡泡了 过去现在 救援去了 这个 这个现在是二档 30的这个速度也可以定速 这个以前的车一般的做不到的 只能到三档开始 那个是这个B加速 哇 对象到一个大端拉机下来了 九宝天 九宝天 哇塞 后面拉了一个大车箱 听到了吗 这个声音就是 牵响一次是提醒你前面有 然后到的时候叮咚 叮咚不觉阿蒙林的声音 将来有到了 哈哈 靠这件这个牌子 这个大选造势 到处都是 存在里面 就没看到 好 噢 这个 Konia 车 酷 爽啊 燃 dest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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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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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